大家好,我是小韩 刚刚花了20块钱买了6个鸡腿回来 今天我就用它来做好吃的 首先准备一个大碗 把它倒入大碗中 然后准备几颗牙签 在鸡腿上扎些小孔 这样能使鸡腿更好的入味 然后加入适量的面粉 用手把它抓均匀 大约一分钟左右 这样能使鸡腿清洗得更干净 然后加入清水 不清洗几遍 洗干净备用 然后准备几个大蒜把它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把它放入鸡腿的碗中 然后加两勺生抽 两勺白醋 一勺蚝油 两勺味极鲜 两勺豆瓣酱 适量的13香 适量的胡椒粉 适量的盐 然后把它抓均匀 抓均匀后盖上盖子 腌制半个小时左右 然后准备一块山姜 把它切成片 切好之后把它装入碗中 放在一旁备用 这是腌了半个小时的鸡腿 然后在电饭锅中摆入切好的姜片 再放入洗干净的香叶和桂皮 再把鸡腿放进去 然后把腌鸡腿的料汁也倒进去 再放两个葱结 几个小米椒 然后加入清水 没过鸡腿就可以 再盖上盖子 按煮饭键 煮30分钟左右 时间到我们打开的盖子看看 哇,好香啊 浓浓的酱香味 看着就很好吃 然后把它加出来 放入盘中 撒上葱花和香菜 好看又好吃 像这样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做出来的鸡腿非常的鲜嫩 不用油炸 吃起来一点也不油腻 尝一口 好吃,特别的香,非常的入味 一点腥味都没有 喜欢的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是小韩,谢谢大家的支持